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知道这么神通广大的家具什么时候才能普及呢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这条微博 愿你不再错过摸的班车 愿你和你深爱的人永远在一起 这不是来自诗集的句子 而是日前复旦总务处对学生同诉校车提前一分钟给出的答复 总务处首先表示已收到投诉 并转达了校园管理办公室的负责老师 同时也提出了相关建议 若是碰到校车刚起步驶离也可以挥挥手 这份文艺范儿的答复在网上热传 不少网友坦言被这样的小清新答复深深打动了 您觉得呢 最后让我们来看看这条微博 近日法国摄影师兼插画家托马斯·拉玛德环游世界拍摄建筑群之间有限的天空 并以此作为画布挥洒想象力 拉玛德酷爱摄影为了寻找合适的场景 他周游列国 婉转比利时 德国 美国 加拿大等国 他以蓝天为画布 周围建筑为框架 以充满趣味的线条创造出一系列栩栩如生的搞怪人物 比如挥舞电吉他的摇滚巨星 婀娜性感的美女等 拉玛德将这组插画称之为天空艺术 他说自己刚开始想着如何更有创造力的利用城间缝隙 于是脑洞大开就有了天空插画系列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风点微博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